各位头条和西瓜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民 我老爸最近两天看这个甲子书 然后他说这个2020年以及这个2021年呢 是书上早就注定他摘了年 这个年峰呢不太好 说心里话,我是没看过这种书 而且呢我对这个玄学上的事儿啊 一般来讲我是抱着那种半信半疑的态度 我也不能说有时候我全信了 有时候也不能说不信 因为有时候那个书上他能说出来的东西呢 以我这个知识水平呢我也无法解释 但有时候你说他不准嘛 有时候他说的东西好像印证的又特别准 所以说我对这个东西一直是半信半疑啊 我们现在来说这个2020以及到这个2021 确实是个灾乱之年 从新冠疫情爆发的那一刻起 一直到现在河南的这个洪灾 其实说实话我们往往可以从这种真正大灾的时候 才能看出来更多的东西 2020年开始的那么一个新冠疫情 这可是从我们所有人几乎眼前滋溜溜过来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在全世界 只有中国几乎交出了一张满分的答案 为什么这个新冠疫情 在快要过新年的那么一个时候 为什么又在那么一个九省同学的那么一个武汉 南来北往东连西街的那么一个武汉 而且还在刚好过年的那个时候 刚好那这人多 在这么多巧合因素下 突然爆发了这么一个感染力极强的那么一个新冠疫情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巧合 到底是天灾还是说人祸 到底是不是老梅的背后给我们弄的手脚 这个目前没有标准答案 老梅而且还栽赃是我们的 说是我们中国人要把这个病毒溯源怎么怎么样 一直用这个拿中国说事 而且他还纠结了那么一大帮小弟 在这个问题上不断的对中国 就是展开这种洗澡骚扰战 当然我们是在这方方面面 错综复杂的这个各种局面当中 我们仍然是交出了一张满意的答案 而我们拿同样的这个疫情来反观美国以及欧美 以及现在像什么南美啊 非洲啊以及印度啊 这些国家是怎么样的 直到目前为止啊 我觉得都是一团糟 而且这个事情啊 还不知道何年何月 这个新冠疫情呢才能到头 他们真正以后能走的那么一条路 好像就真的只剩这个全民免疫这一条路 全民免疫兄弟们 这可是拿那个死人堆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 你不管是怎么个严重法 反正我们就放任他 我们就让他在这个全民当中感染来 你不管死多少人对吧 总之他死的可能是少数 不可能是多数 最后呢 多数人会扛过来 用这种全民的代价 来战胜这个新冠疫情 我们中国是怎么对这个事情的 说实话 在这一点上啊 我们国家比那些欧美 像那种资本主义国家强太多了 以前我们是怎么看他们的 像那种美欧那些 说实在的 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他们的那个资本主义月亮就是特别圆 他们的那个空气就特别的新鲜 可是呢 这一场新冠疫情啊 是彻底改变了 大家对欧美的一个印象 不光是我们对他的印象变了 很多以前去过欧美的 现在还待在欧美的 然后来做这个自媒体 以及这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什么采访啊 讲述啊 给我们来传递了这种资本主义啊 其实真的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 资本主义它的那个本质啊 它是自私的 美国最富裕的是哪些地方 加利福尼亚州啊 德克萨斯州啊 佛罗里达州啊 其实美国这些最富裕的州啊 不同的都存在这种分离主义石头 都想搞独立 同时又拿这个法国以及英国 什么西班牙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通通都是 在我们看来 像这些国家它已经够小了 但是在它们够小的里面 它某一个州它发展的特别好 然后这些州它又分别又想搞独立 所以说这个资本主义啊 它就是这么自私自利 自私到极点 而我们国家说实在在这个方面啊 我们国家一直采用的是一个 全国一盘棋的这样子的 你说最发达的 当然是广东 江苏 山东这些 可是你发达了 没错 而国家呢 是有相关的政策 以及相关的税收 是要用你这个钱 来补贴国内落后的这些地方的 举个例 西藏的地方 川藏高速啊 川藏地铁修过去 青藏铁路 以及在这个规划当中的那个雅叶高速 就是四川的雅安 一直通过拉萨日喀泽 通过西藏的阿里 然后要修到新疆去 同志们 像这样的路 如果纯粹考虑这个经济价值的话 你们觉得西藏这个GDP 能不能承受得住这种 投资额极高的这种高速公路啊 以及这种高速铁路啊 如果要纯粹算这个经济仗啊 那是算不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种 具体的这些细节的东西啊 可以看到 像真正遇到这种大灾大难啊 资本主义那一套啊 是真正的靠不住的 还真的是只有社会主义 像我们这种国家 才能够真正的扛过去 像这次的河南洪水 可能刷到的这些 几乎所有的民心 民流以及这种很多企业主 大家都是捐钱了的 不管捐多捐少 反正几乎都是捐助了的 像我们这种一方有难啊 八方资源这种情况 在欧美几乎是不存在的 而且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 外国的那种朋友啊 进来做自媒体的 像他们都说的 这种情况 在西方压根就不可能有 大家想的都是 哪怕你那里受灾了 我这没受灾 你别到我这来 我这个地方是我的领地 你到我这来 没准我一枪帮了你 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法律上啊 我这个领地 是不允许你来的 我这个地方就属于 这种私人物业 而在我们国家 当然这一套不存在的 我们的这种文化 跟西方就有一种 那种本质的区别 所以说这个大灾面前啊 还真的是只有 社会主义香啊 资本主义那套 还真的不行 我就希望通过 这么一个视频 给没有吃过苦的 这些小弟弟们 小妹妹们 以及生活当中啊 大家对这种爱国呀 以及这方面 比较稍微淡薄一点的 这些朋友啊 我就希望给他们讲 其实爱国 是真的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 真的是要热爱我们的国家 在目前为止啊 全世界啊 真的是只有我们国家 发展的特别好 而且从我们眼睛 可以预见到的将来 我们真的是可以亲眼目睹 这个西方的一步步衰败 哪怕老美现在 真的是领先我们一些 哪怕在这个GDP上啊 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个老美 但是几乎可以在我们这一代 到我们这个五六十岁那时候 我们绝对可以亲眼看到 老美已经落后我们 这么一小段了 哪怕不是一大截 一小段 我们也是可以亲眼看到 好的朋友们 今天我的分享就是这些 我今天也是有感而发 然后就给大家录了这么一段 我的一个心中所想 谢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